注意看 眼前这个男人吃饭都躺在床上 不是他不想坐着吃 而是他七百多斤的身躯 不允许他坐着吃 刚吃完一大盘子食物 他的妻子又给他续上一盘 女儿提醒他少吃点 对身体不好 可他却像听不见似的 继续狼吞虎咽 吃完还要来个餐后小甜点 这日子过得是美滋滋啊 这是今天的主人公詹姆斯 同为詹姆斯 为啥区别那么大呢 七百斤的体重 让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只能躺在床上 还好有妻女权利照顾他 正如你所看到的 妻子比詹姆斯大了十岁 所以从各个方面 都像老母亲般照顾他这个好备 晚饭时间快到了 一碗半土豆你给詹姆斯开胃 接着十个煎鸡蛋 和五块嘎嘎香的牛肉饼 再倒上一层浓郁的芝士酱 这一碗美食简直给詹姆斯像迷糊了 但妻子却摸黑出门了 原来他又去给詹姆斯买夜宵 炸鸡薯条配汉堡 晚上才能睡得好 詹姆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就找那医生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那医生叮嘱他要控制饮食 并要求詹姆斯尽快住院治疗 于是全家打算去休斯敦 但要将詹姆斯运过去 消防车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为此詹姆斯联系了电视台 把自己的家庭情况 和困难需求报道出来 设下一万五千美金的目标 希望能得到好心人的捐款 可天工不作美 两个月过去了 只得到了三百美元的善款 内心一度十分焦虑的詹姆斯 只好用美食去填补 最终妻子租了一辆 价格实惠的小货车拉着他去 为了确保詹姆斯能坐得下 消防员带着尺子去测量车身 遗憾的是 小小的货车装不下大大的詹姆斯 那詹姆斯能成功去休斯敦吗 这两个消防员正在拆门 为了让这个七百斤的男人出门 他们只好出此下策 正当詹姆斯为了车费绞尽脑汁时 他的救星来了 父亲把自己的老房子拿去抵押 得到了一笔刚好够他去休斯敦的费用 在你困难的时候 只有家人 才会选择义无反顾地帮助你 车费的问题解决了 但眼下詹姆斯却连门都出不去 所以才有了开头 消防员在拆门的那一幕 门拆好了之后 拉来一个特殊的担架 叫来八个标型大汉 才把詹姆斯抬出家门 真是实属不易啊 一天一夜之后 詹姆斯全家终于安全到达休斯敦 一称体重 七百三十五磅 那医生先给詹姆斯来了的全身检查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 詹姆斯根本没有计划减肥 反之体重还在上涨 妻子说完他的情况才知道 詹姆斯对垃圾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那医生告诫他们 住院期间不许吃高热量食物 只能吃医院提供的减肥餐 要是发现偷吃垃圾食品的话 就不要减肥了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吧 要说这住院的效果真是显著 也或许是内医生的话 吓到了詹姆斯 两个月过去了 詹姆斯瘦了100磅 但那医生为了考验詹姆斯的决心 让他回家靠一粒减重30磅 就能过来做所谓手术 詹姆斯还是挺有毅力的 仅遵医嘱 按照那医生提供的营养食谱进食 还让女儿帮助自己手举小杠领 每天锻炼半个小时上半身的力量 妻子和女儿很是满意詹姆斯的表现 看来这一个月减重30磅不是大问题 但是才过去了三天 詹姆斯又住院了 这个男人太窝囊了 800斤的他不想减肥 每天命令妻子给他做美食 晚上还把妻子赶下床 只能在房间里打地铺休息 原来一个星期前 詹姆斯按照那医生的要求 在家里减重30磅 可他却因太胖了导致心脏衰竭 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病 从他回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 妻子尽心尽力照顾他 不仅得不到一点好 还要忍受他的臭脾气 心都要碎了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 詹姆斯一直没去复诊 在家里好吃懒做 那医生很担心他的身体 亲自开车去他家出诊 看到詹姆斯的状态 那医生就知道他停止了减肥 当下就叫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 到了之后一称体重 382公斤等于843磅 詹姆斯被这个数字 吓得大脑一片空白 妻子也害怕地抱着他大哭 那医生询问詹姆斯 最近三个月的饮食如何 詹姆斯没有说实话 谎称自己每天都有控制饮食 眼下只有那医生能帮助他 可他却还要撒谎 这843磅的体重却是铁正如山 那医生简直恨铁不成钢 愤怒地警告詹姆斯 如果还保持之前的饮食习惯 他能不能活过年底 都将是一个未知数 又住院一个月 詹姆斯按照良好的生活习惯 减重了143磅 那医生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回家独立减肥一个月 减重30磅再来复诊 如果没成功 就卷铺盖走人吧 詹姆斯能否完成任务呢 一个月的时间飞速流逝 詹姆斯让人大失所望 他竟然又胖到了788磅 那医生心如死灰 对詹姆斯爱莫能助 宣布停止对他的所有治疗 看到这 我只想说一句解气 肆无忌惮地消耗身体 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不爱惜 也是对亲人最大的不负责 对父母最大的不孝顺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点个关注 下期不见不散